那另外因为我们好奇律师在 在跟您请教一题 有一个听众朋友们给我们留言 他说家里的高龄老人呢 他有美国护照 也有当初入籍的这个公民纸 但偏偏呢 收东西的时候 收到忘了 不知道去哪里了 那现在想要用的时候 反而就是 没有办法再找回来 那因为美国护照 跟当初的这个 入籍的这个公民纸 两个都一丝 上面的这些电话 上面的这些 这个护照号码 或者是公民纸的号码 都找不到 现在想去警察局去报案 那想要重新申请 也不知道怎么重新申请 怎么办呢 好奇律师 这个还有办法办吗 警察局报案 只能证明 可能是不是被人偷了 这个呢 就是说这个 然后以防的 identity theft 类似这种是可以的 但警察不会帮他 去重新申请 或者寻回来这个护照 或者说是这个护印监 或者说是公民纸 那么怎么处理呢 现在唯一的一个 两个方式处理 第一个呢 就是寻找原来的律师 帮他做公民的这个律师 也许呢 希望这个律师呢 还有他的文件存在 可以利用这个文件呢 再去重新申请 那么还有一个可能性 实在这些 哪里都找不着 没有办法找到的话 那是请律师呢 到移民局去 去索取他的 过去所有的移民文件 在移民文件里头 会找到这些的信息 然后呢 通过这个信息 再重新申请护照 哇 我记得以前好奇律师曾经讲过移民局 现在服务超级好的 如果我们跟他申请这个文件 稍一张CD给我们 是免费吗 是这么好吗 好奇律师 当然了 这个需要经过一定的过程 所以你们自己会做的话 当然是不用花什么钱 是移民局的部分 当然不收工本费是不是 对对对对 还是要请律师来帮他做这些 那大家还要看多长时间 复杂程度 或者说他有没有任何的 任何的 任何的 reference number之类的东西 所以呢 有的时候可能要需要一点的时间 律师的时间帮他去搜寻 这方面的信息 了解了解 这种专业的事情 给专业的人 这样子可以确保呢 以后这个护照啊 公明职啊 这个号码弄丢啦 然后自己忙好久 然后还没有办法拿得到 真的就是 找专业律师方便非常多 再次感谢我们 好奇律师事务所的好奇好律师 谢谢你 谢谢你的解答 不客气不客气 谢谢